这个也要区分我们是治疗高甘油三脂血症 还是高胆固醇血症 如果是治疗高甘油三脂血症 那我们有我们的β类的药物 有这种烟酸类的药物 如果治疗我们的高胆固醇血症 那么是以塔丁类的药物为主的 塔丁类的药物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安全的 有副反应的人群还是比较少 那么集中在呢就是一个是肝脏的这个反应 一个是肌皱的反应 当然这部分人群如果以前没有肝脏损伤的这种病史 无塔丁之后出现肝损伤的发生率还是非常低的 那么肌损伤的发生率呢 也大部分合并在是有甲状腺功能减低的这部分人群 或者偏瘦小的这部分人群 或者是在激烈运动以后